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大家新年快樂 其實是你2013年的第一天 你都很開心 很開心 很開心 好像曹印仔一樣 現在每次得到獎項都 好像小朋友 得到一個印仔那麼開心 得到大家的支持 家許 是很受鼓舞 尤其是現在做公司之後 每一次都會成功 是啊 所以你看到我做了一首歌 這首歌叫《億年》 就很明顯是向我偶像 《億年是愛》 但又送給爸爸 即是一首歌 希望可以勿盡其用 小公司的資本用盡 講笑而已 其實是因為爸爸最近身體不餓 這首歌 都有些淵源是因為我爸爸 那就是歌詞裡面是說 即是爸爸小時候 即是我小時候 我爸爸帶我遊走在香港不同的地方 介紹不同的地方給我吃 到我現在長大了 見到很多新舊交替 見到很多東西不同了 很多的感受 那除了送給我爸爸之外 都想送給離開了香港這個城市的朋友 所以這首歌叫《億年》 是奕起我們大家的當年 至於我爸爸 即是他快九十歲了 其實這首歌是講記憶的 那我開始明白為何我這麼在乎記憶 因為爸爸開始忘記了東西了 那我就很擔心 所以剛才我說把這首歌 這個獎項送給爸爸 都很想把一些我的記憶力送給爸爸 希望爸爸不要忘記我 不要忘記和我的快樂回憶 還有不要忘記這個城市 但你最近和爸爸見面 真的可能會抱歉到 你會不會再說開心嗎 我經常和他聊天經常見面 不過最近他進了醫院 不舒服 老人家 有一進醫院 情況可以是 好像很大變化 突然間 看到爸爸很多事情 都忘記了 或者說話不太清晰 作為女兒是很擔心 所以在這個時候 這首歌得到獎項 這首歌是講的 我童年的回憶就是 爸爸令我有一個很愉快的童年 到現在都覺得 那種的幸福很夠用 就算去到這麼大 都還是覺得 遇到什麼事我都有家 所以希望爸爸現在 就是 年紀大 他都會有這個感受 就是 他都要記得 發生什麼事他都有家 有家 那他現在是否還要喊到你 叫到的 就是現在是聊天的 不過是很飄忽 就是有時是突然間 他會說一些 不知道是什麼 大家要解構 他究竟在說什麼 還有 會不見了他 就是他會 離開了家 不見了 找不到他 然後問他 他是完全忘記自己 去了哪裡 所以 都是一些 就是 老人家 不開始的毅力衰退 還有 可能是有些 認知障礙 所以 是 擔心的 但是 也都要給自己信心 就是 我也這麼大 我要兼顧起 這個責任好好照顧爸爸 醫生有沒有說 其實他現在的過程 現在 開始做一些評估 還有 還有 他老人家 有很多 老人問題 例如腳 又不好 又走 走得不好 就是 一時間可能 是 天氣又冷 好像很多狀況 突然發生 都是 老人家常見的情況 但是 我自己都要 跟自己打氣 就是 努力好好照顧爸爸 最近 是不是都會花很多時間 陪爸爸 其實我 個人很悶 就是 除了工作 我全部的時間 都是 跟家人一起 所以 家人對我來說 很重要 家人有些什麼事 我都很 很 很在乎 阿聰兒應該是你最強的 堅強的 她是 她很好 其實 我們一家人 有人好 就是 對老人家 好照顧我 本身都是 跟老人家一起住的 所以 都很感謝她 其實她是一個很孝順的人 她很明白我的感受 很懂得安慰我 你有沒有帶過小朋友 經常見面 其實是經常見面 會談電話的 所以 情況突然間 改變了 大家都擔心 你現在會跟網友 很多工作 即是多點不怕嗎 其實我 已經很悠閒 是 年尾這段階段 是我今年最忙 因為 剛剛 完成 都未完成第二套 我剛剛拍了兩部電影 有一部還差幾天才殺科 在我最忙的時候 遇上爸爸不舒服 所以 我也會覺得 幸好是我人生這個階段 公司也是自己的 要怎樣調配時間 我都比較有把握 接下來的工作 要怎樣協調 好好照顧家人 我都覺得 我是有信心的 但剛才沒有唱過 不是因為有事嗎 是的 因為我先前 外景 吹風 吹了一天 其實 冷清了聲帶 冷清喉嚨 醫生就強烈建議我 今天是不應該勉強唱歌 會傷到自己的聲帶 就不要了 手尾很長 還有 去到我這個年紀 養生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 不要因為一時的威威 就 搞到自己咳咳 或者之後 有些什麼事情要處理 那就不要了 所以剛才我覺得自己幾豪 因為這首歌 說了都有四分鐘 因為我沒有唱到 我拿了一點點來說話 然後就送了給下一位得獎者 原來下一位得獎者就是姜濤 我待會都會去跟她說 從來 所有人在叱測台上 都是不夠時間的 竟然有一位前輩 即是我 很豪氣地送了幾分鐘給她 都可以說 是相當之寶貴的一份禮物 我會叫她多謝我 請成功 她自己逼她多謝我 謝謝 謝謝 謝謝